好 结果证实高雄荣总的疑似伊波拉病例是虚惊异常 不过带您来看到 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则是更新了三个主要西非疫情国家的病例数 这波疫情累积死亡人数达到了6187人 当疑似伊波拉病例确定是虚惊异常 不过伊波拉疫情在西非国家仍然相当严峻 社会组织最新的统计的数据显示 包括几内亚 赖北瑞亚和狮子山共和国 三个疫情最为严峻的西非国家 累积的确诊疑似可能病例达到17517例 死亡人数累积达到6187人